这时我见过最长的舌头没有质疑 他舌头的长度竟然达到了20厘米 就连平时吃冰淇淋都和正常人不一样 原来男人很小的时候舌头就异于常人 自从他发现了这个特长 就开始不停地训练 在舌头的周围缠上一圈厚厚的保鲜膜 沾上颜料 用舌头当画笔去进行创作 在不断地训练下 他终于在一些比赛中获得了冠军 看到节目组有些不相信 他并没有拿出奖杯或证数 而是直接将舌头伸了出来 吓得工作人员连连后退 而他还有个亲弟弟 舌头的长度跟他不相上下 男人还将自己很多的训练方法告诉了弟弟 希望他也能在赛场上披荆斩棘获得名字 男人现在也有许多烦恼 自从出名以后 每次走在街上 都有不少女粉丝前呼后用的跑过来与自己合影 这就搞得很尴尬 因为自己有女朋友 所以很多时候他都是拒绝合影 就算出去吃饭 也要找一个人很少的饭店 不然粉丝真的会把这里围的水泄不同 如果是你 你想拥有这么长的舌头吗 我是小五 每天三个奇问一事 等你来看